我相信已經很久沒有演過一部電影 我可以看著鏡頭說 This is Hong Kong Action 我不是不想主動去拍戲 但這種戲其實很被動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越來越少人肯用生命去拍戲 也越來越少導演會拍這種戲 所以我終於遇到他了 這次的動作是否很挑戰我 我又覺得真真話 我覺得還好 起碼這次沒有一些 錄迴展頂下來等等撞巴士的鏡頭 但這次是技巧上的細微 因為和單哥有兩段打得很長的10分鐘的Ending 都是一拳一腳的當中 你去打出那個人的性格出來 那個角色的人物 跟著說目標是什麼目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去報仇 當時我都會問還可以怎樣演 其實我現在都不知道 甚至乎如果再說得遠一點 我不知道這一部會不會是 可能會很多年之後 都不會再有謝霆鋒 陳沐盛的這樣混身的動作片 因為我已經沒有了陳沐盛 大家香港已經沒有了陳沐盛 所以我什麼時候會再願意去為一部電影 付出我的生命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這個玩的時候 就是拿一個放鬆 但是是第一次做的 其實他的心怕不怕 我覺得會不怕 第一次破界從景變差 但是如果你問我這部電影 我相信我和Benny導演都是無憾的 希望大家會記得 This is Hong Kong Action